大家好,我是StashAway的Marco Hi,我是Jolie Jolie,為什麼我們的背景是投資便當? 我們StashAway不是做智能投資管理嗎? 沒錯,今天來到上環蘇航街 StashAway一連兩日的投資便當快閃餐廳 趁這個機會這麼高興 不如就訪問一下 拿著我們便當的客人他們自己本身的投資習慣 好,我們現在立刻出發,好嗎? 事不宜遲,跟我來吧! 你好,我是Jacky 我是Marco 你好 為什麼你會知道我們今天這個活動? 我有朋友在Facebook分享了 所以我剛才吃飯的時候經過 買得漂亮,然後就問我 其實我們剛好在午餐時間走過 打算買這一間餐廳 在昨天就看到了 有FreeLunch,我們來看看吧 剛好有朋友看到的圖片 我剛好有朋友看到的圖片 我也看到你拿了圖片 我們可以看看圖片嗎? 可以 我們今天做了一個全球首創的投資便檔 我們投資便檔裡面有九種不同的食材 其實每一種食材 就代表了一種的資產類別 我們想提倡的就是投資於便檔 要多元均衡 亦都是我們satch away 就是幫我們的客戶管理他們的資產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你平時有沒有儲蓄錢的習慣? 也有 那你儲蓄錢之後,你會把錢放在銀行上 還是會拿來買股票? 也會拿來買股票 那想問你,你平時有沒有儲蓄的習慣? 每個月都有的 如果是,每個月大概儲蓄多少? 可能一%? 我想大概30% 那也挺多的 那你儲蓄了錢之後,你會放在銀行上 還是會拿來投資? 30%裡面,我想有八成 都是會去做定期的 有兩成就真的會放在那裡 好像有些貨幣一樣 銀行定期的 銀行定期的 除了定期之外,會不會自己都可以投資? 也比較少 比較少 知不知道香港過往10年的平均通脹率提到多少? 一年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那有兩個選擇 A就是1% B就是3% 3% 對,是3% 那其實3%一年 就是10年大概30% 那如果你的錢沒有增值的話 其實變相就已經貶值了 因為如果你的購買力少了的話 其實人們經常都說要保值 所以你的增長10年裏面沒有增長30% 其實都是虧了錢 對 當你現在開始投資 我一年平均贏10% 我需要多少年就可以重複到我現在的本金呢? A就是10年 B就是7年的 A 一定不是A 一定不是A 那就是B 對 B是7年的 7年的 對 因為有一件事叫做失實而發生 就可以有複式效應 其實我不需要10%乘10 才可以雙倍 其實我7年就可以了 解釋性問題 我現在是100元 你有機會做一個人投資的話 你會想投資資產 這裡有8樣資產 如果你想投資那樣的話 你就貼一個貼紙上去 對 Marco 我見到有很多人選擇多於一種資產去投資 是呀 做多元化投資 已經可以有效地去分散風險的了 不如我們都聽一下Sevigny講解 Stash Away 怎樣做到多元化的投資組合 其實在Stash Away的平台上面 我們都有超過50隻的ETF 去為我們的客戶作為配置 例如股票 債券 黃金等等 路口是令到大家的投資 亦都可以好像這個便當 有這麼多援軍鞋 有這麼多援軍鞋 有這麼多援軍鞋